如果人的身体是一座大楼,那么骨骼就是支撑大楼的钢筋水泥,骨骼不结实,楼肯定就不稳当。 骨骼的结实程度和营养有关系,现在我们的营养已经很好的了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吃得再好,运动得再勤,如果不避免损伤,不避免伤害骨骼的动作, 一切都是白费,衣,毁膝盖,躲着扎菜,洗衣,擦地,蹲着洗衣服,扎菜,擦的都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习惯了,但这很危险,研究策算表明,平躺时膝盖的负重为零,站起来和平底走路时负重是体重的一,两倍,抛步是四倍,耳朵和龟是八倍,临床上女性器官节疾病患者通常多于男性,也和此有关。 老人和肥胖人,每大于等于25,群尽量不要伸多或减少深蹲时间,最好别超过20分钟,老人如果下蹲,起身的时候,最好扶着桌子或椅子,这样能减少膝关节的压力,减少损失,二会脊椎,被单肩包,单肩背包很方便,年轻的朋友也觉得单肩背包好看,时尚,细心的朋友会发现, 经常单肩背包的人,很容易肩膀酸痛,甚至是高低肩,就是因为,为了防止包带滑下来,一侧肩膀总是习惯向上挺一下,并向内用力,长肩如此,脊柱还可能发生次弯,女性甚至会出现乳房不对称, 尤其处于骨骼生长发育阶段的学生,更易受影响 在上学的学生,最好是被双肩包,如果是成人,最好能两个肩膀轮换着背 三,会摇椎,窝在沙发里,窝在沙发里,床上看电视,看报纸,玩手机,看着很惬意,但这对摇椎就是一种摧残 半卧位时,摇椎缺乏足够支撑,原有弧度被迫发生改变,椎间盘所受重力增大,终而救之可能导致肌肉老损,挤住侧弯的,想做得更舒服,换个姿势一样可以 半卧的时候,在腰后面丢个靠枕,让其支撑住摇椎,这样就不会对摇椎有特别大的压力了 四,会紧追,低头玩手机 低头玩手机这个动作,现在哪儿都能看到,公交上,列铁上,家里,但这个动作对颈椎来说就是灾难 低头使用手机时,颈椎往往承受着更重的头部重量,同时肩颈过度紧绷颈颈椎负担加大,成为低头足后,肩颈肌肉翻头,腰翻背头,颈椎病等症状就会找上门来 低头看手机不应超过15分钟,最好保持手机与视线起频或稍低,头部保持直立,不要含胸驼背 长期需要低头工作的人建议,将成功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的习惯 在不忙的时候双手抱住后脑,向后仰头四五下,搭配阔胸和耸肩动作,这样就能得到有效的放松了 五,毁变全身骨头,腔二狼腿,重大中医顾伤科主任,屈留心指出,腔二狼腿是骨盆倾斜,腰椎受力不均,身体前倾的同时脊柱攻起,时间强了容易引起脊椎捞损,变形,甚至可能导致腰椎肩盘突出 人本就有椎肩盘突出,几数侧弯问题的人,还会加重病情,人体正常脊椎从侧面看是S型,而腔二狼腿容易导致弯腰驼背,久而久之,脊椎变成了C字形,这会压迫到底神经,从而引起疼痛 肖二狼腿不会使你马上的骨关节炎,但由于增加了膝关节内部结构的压力,是软骨的营养障碍,磨损增加,对软骨结构,已经有不同程度退化的老年人来说,会增加患骨关节炎的风险 6,会紧追,趴着午睡,趴着睡觉是很多学生,上班族午休的选择,但这在不知不觉中又伤害到了你的脖子,因为这不利于 与颈椎保持生理弧度,可能导致颈椎问题,又被痛或颈痛的人,尤其不能趴着睡,会加重病情 午睡最好平躺,如果条件实在不允许,可以坐在椅子上,再央后,紧后垫个垫子,身体微微往后仰,简单休息,一会即可 7,会脖子,头盒尖交着手机打电话 不少人工作繁忙的时候,习惯将手机交在脖子和头之间 殊不知,颈椎向一侧过度用力,可能导致颈部肌肉静短和过低疲劳,造成脖子酸胀,疼痛,埋下颈椎病的疑惑 接电话时最好手持电话,每隔几分钟两手交替一次,避免一次的肌肉过度紧绷,或者偶尔用耳机,就可以解放双手和脖子了 8,会脚椎,直吸体重物,你有没有过闪腰的经历呢? 临床上叫做激性腰部扭伤,很多人都曾有过闪腰的经历 比如当你直截膝盖,弯腰体重物时,不能有力又宽,器官脊周围肌肉的力量,腰背筋膜,肌肉,润带往往一负担过重,突然受力而受伤 50岁以后,特别需要腰椎病的人,一定要避免,取重物时要三步走 第一步,先将身体向重物扣拢,第二步,屈膝,屈宽,用双手把物品拿稳 第三步,深吸深宽,用腿部肌肉力量支撑身体缓慢站起来,避免突然用力 9,会喷骨,脊柱,稍息站立时间9,站姿不仅影响形象,还与健康时间相关 很多人喜欢稍息站姿,把身体重心放在一条腿上,短时间可以放松身体 长时间如此,还会因腰椎两侧受力不均,导致骨盆歪曲,脊柱弯曲,出现腰背疼痛 伸,会膝盖,爬楼梯,物失岁后,身体肌肉减少3-5%,相应的平衡力也变差 美国医学专家约翰·怀特博士说,在跌倒老人中,超过51%与爬楼梯相关 爬楼梯每年致死2万人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专家说,上了年纪后关节退化,上下楼梯或爬山时 膝关节承受的重量是平时的3-5倍,这会加速关节老化 他建议,老年人如果需要上下楼,一定要照吻敷手,保护骨头不仅仅要靠补带,喝骨头汤 更要避免这些动作,给我们的骨骼带来的损伤 赶紧告诉更多人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